都把你准备好了 里面是衣服跟一些罐洗用具 你心机很重 哪是心机 是贴心吧 好啦 谢谢 那你先换 我先出去 待会儿就有咖啡可以喝了 你喝咖啡都习惯加糖还是加 我提醒你 如果要换衣服的话 最好把灯关上 不然会看见你的心机 那个 怎么了 里面有蛇啊 里面有蛇 好 我进去看一下 你不要进去啦 你等一下被咬到怎么办 没事 没事 这条蛇 好像是你养的 这条蛇 对不起 对不起 出去 快点 出去 快点 出去 自己真的好漂亮好舒服 真的 美好的虚物床上离我们很近 只要用点心就可以看见 赵子墨 谢谢你给我一个这么特别的庆祝方式 不往我走就一回 也谢谢你 给我一个这么难忘的回忆 难忘的回忆 那掉了 我刚刚去就在砍查 十月不早了 带你休息吧 哦 那 你要睡哪 哦 别担心啊 我睡这里就可以了 晚安 哦 晚安 明天早上见 哦 明天早上见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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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子墨 你 要进来睡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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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外面太冷 你睡着的话会着凉 而且 这里面有一点太大了 我一个人睡好像太奢侈了 可是 是 赵子墨 我相信你 你只要去挖矿是不是啊 他按入住我就搬走 有人用我的手机传简讯给村长 试图掩盖我失忆的事实 他应该已经开始怀疑 我想 徐氏集团 还是退出 投资林肖村的改建计划吧 没想到 苏菲尔是米其林一星期餐厅的主主 难怪 东西不新鲜 他一吃就知道 既然你起了头 我们就看看你玩不玩得起 你走错楼层了 我送你没住了 小特助 我知道你不是会那种 占人家便宜的人啦 郭文神下班 并不是被贬 而是自寝转世下班的 或许 是缘分吧 不是不信缘分这种东西啊 我就知道 她的故事 不光是什么 我送你 invit us to 美女最许人的风格 我送你흥带喜欢的 他的验宝去带走 是海酒 我去带走 是海酒 我去带走 我去带走 那三个混音 它马上 我先带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